我可以来回穿越到唐朝 在大唐我是无所不能的先人 哼 大随破不了的城由我大唐来破 大随灭不了的高丽我大唐来灭 去 将各位大臣招来太极殿 是陛下 这是怎么了 陛下最近心情不是都很好吗 难道出事了 陛下 你这是怎么了 辽东 辽东出事了 什么 辽东出事了 陛下辽东怎么了 我那儿子不会有事吧 高沟黎 是高沟黎 陛出量被他们抓走了 他们还想霸占辽东 什么 我儿子被抓了 这个弹丸之地也敢惹我大唐 他们好大的胆子 陛下 给我三万精兵 陈愿意前往踏平高梨 活捉高梨王 陈耀经双眼通红地说道 他就这么两个儿子 每个都是心头肉 如今却被高丽抓走了 陈将军 这高梨虽然是弹丸之国 但也不可小觑 前朝两位皇帝都曾经讨伐过高梨 最后都是无功而返 由此可见 这高梨绝对不是随便拿捏的软柿子 尤其是辽东 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寒冷的冬季 此时不想到万全 恐怕也会无功而返 陛下 这进攻高梨还要慢慢商议啊 李二一厅也是点了点头 虽然大唐武力强盛 但是为了不必要的损失 还是需要谨慎的 来人 许将世界地图给朕拿来 陛下你看 这里是高梨的第一雄官 安氏 此城可以说是一手难攻之典范 一面环山 一面悬崖 只能在一面进攻 当时大随出兵接近八十万 兵分四十路 全线进攻高沟里 不过主力却在安氏遭到沉重打击 导致全线溃败 这次我们最好兵力全部集中于安氏 只要拿下这座城池 高梨剩下的城池没有多少兵力 高沟里唾手可得 魏国公说的没错 而且你们别忘了 咱们可是有贤弟给的意大利炮啊 到时候轰他压的 一炮不够那就来两炮 陛下 可是我那儿子怎么办啊 攻破了安氏之后 他们要是鱼死网破 我儿子补救 承咬惊急了 他也知道这意大利炮的威力 这安氏高利棒子们肯定是受不住 可是他儿子还在里面啊 老城 你忘了 咱们可是有一支执行特种任务的部队啊 等进攻安氏的同时 我准备派林峰他们秘密潜入高利的都城营救城处两 兵分两路 拿下高利 殿 这能行吗 陛下 陛下 虽然高利是弹丸之国 可毕竟那是异国之都啊 这神策军能行吗 朕相信他们能完成这个任务 难道你们忘了上次他们对阵于自身数十倍的突厥不落下风 甚至差点全间突厥人了吗 陛下 还有一事 这辽东正进入冬季了 天气苦寒 必须要抓紧制作冬季衣物为将士们抵御风寒 嗯 魏国公所言及时 据贤弟所说 这辽东冬天能有零下几十度的温度 咱们这麻衔衣服恐怕是不行 看来我必须去一趟贤弟那了 他一定有办法能抵御风寒 魏国公 这军队们先进行 贤弟 贤弟 咋了 老李 怎么这么急 贤弟呀 出事了 高高里把咱们的辽东给占了 陛下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嘛 什么 高利这么大的胆子 居然敢侵占大唐的国土 不要命了吗 而且小城的弟弟在辽东帮我收获 也被高利人给抓走了 什么 这帮狗仔竟然敢抓我弟弟 不杀他们 拦截我心头之恨 先生你一定要帮帮我啊 那可是我一母同胞的弟弟啊 什么 你亲弟弟 苏晨此时想到后世某个讨厌的国家 心底也是十分厌恶 这帮棒子 甚是可恶 领土基本是弹丸 历史基本是杜拽 文化基本靠抄袭 体育基本靠耍赖 吃饭基本就是泡菜 就这么一个废物国家 还敢动我大唐劳动 我华夏虽然很大 但是没有一点是多余的 老李 你说需要我干啥 我肯定义不容辞 贤弟啊 陛下决定御驾亲征 把高利纳入我大唐的领土 可是现在辽东天气甚是寒冷 为了我大唐军事 不出现不必要的损失 我这不是来问问 你有没有抵御风寒的宝物啊 而且这次陛下说了 只要你能拿出来抵御风寒的宝贝 拿下高利以后 高利国库的宝物全都送你了 哟 这皇帝终于大放一次 你放心吧 老李 就算不送给我 就光凭他高利赶入清辽东 我也肯定会处分离他 老李 你等着 说完苏晨就自己走向后院 系统 购买饱满内衣和棉衣 每样都都来点 不一会 屋子里就出现了 各式各样的郁寒衣服 老李 你跟我来 贤弟 是有仙宝吗 过来你就知道了 这 这哪来的这莫多衣服 秘密 嘿嘿 我这贤弟真是及时雨啊 怎么家里突然多了这么多衣服 难不成他已经算出我需要衣服不长 老李 这宝暖内衣就是抵御严寒的力气 什么 这么小小的一件就能抵御严寒了 当然了 这里还有棉衣 这两个东西一起穿上 辽东的严寒就不算什么了 棉衣 这棉衣 是用棉花制作的 现在棉花还在西域没传进大堂 李二还不知道棉衣是个啥 老李 你去拿一套穿上试试效果 好 贤弟 这衣服又舒服还暖和呀 当然了 这里面可是上等棉花 然而没过一会 李二的头上就开始冒汗了 贤弟 贤弟 我好热呀 你 你快离我远点 贤弟 这保暖内衣和棉衣也太霸道了吧 有了这玩意 辽东的苦寒还算个逼呀 贤弟 此物甚是暖和 陛下这次肯定会很高兴啊 这次李二爷去吗 当然了 这次陛下准备御驾亲征 剿灭高丽 我大唐作为一个东方巨龙 身边怎么能有这种嗡嗡乱窜的苍蝇